63岁的农村大爷喝农药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就是因为老伴到城里面儿子家去带孙子 然后就留他一个人独自在家 简直就是太孤单了 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下面我就和大家的详细讲述一下这个过程 嗨大家好 我是小胖妹 这个是来自我们村里面王大妈的一个真实故事 王大妈今年61岁了 他们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 女儿在23岁的时候不顾家人的反对 却嫁到了外地 如今已经是生了两个孩子了 生活过得也还算是平平淡淡吧 那么王大妈的儿子今年30岁了 结婚以后王大妈就和老伴去城里面 给孩子买了一套房子 就搬到城里面去生活了 然后呢就剩下王大妈和他的老伴啊 在农村里面种地 一直靠着种地来维持生活 家里面种了有五六米五地吧 一年的收入呢可能也就两三万块钱 那么平时闲鱼的时间呢 王大妈呀就和他的老伴跟着村子里的人 去工地上干一些杂活 他老伴一个月也差不多有了万二八千的工资 而王大妈呢就负责给别人做做饭呢 一个月也有三千块钱左右 虽然说干活比较累 但是两个人啊挺满足的 现在的生活呢两个人是从结婚啊到现在 一直都没有分开过 两个人的感情也都是非常好 经常走路呢还时常手拉着手 那么之前我们村里还有一些人 看到了还会时不时的开一些玩笑 说他拉走路手拉手 害不害躁啊 但是别人这么说呢 他们老两口却并不在乎这些 他在我们这个村里面啊 应该算是属于模范夫妻的 那么这么多年呢 从来没有说听他们打架啊吵过架什么的 可是就在前段时间呢 王大妈的儿子啊突然给他打电话说 自己的妻子怀孕了 孕吐的呢也特别厉害 吃不下去饭 就想让王大妈去照顾儿媳 但是当时王大妈听说儿媳怀孕了 非常的开心嘛 因为他都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 一直呢也是着急抱孙子 之前督促儿媳啊好几次 可是呢一直都没有怀上 那么这次突然怀孕了 王大妈二话都没有说 是直接收拾东西啊就去了照顾 就去城里面照顾儿媳妇去了 当时他老伴听到这个消息呢也很开心 还支持王大妈呀去照顾儿媳妇 还说王还跟王大妈说家里的事情呀 你不要担心 家里面的地我自己一个人能种好 我身体呢也还好着呢 这些对于我来说呀都没有问题 可是王大妈的老伴呢肯定是怕王大妈担心 所以故意这么安慰他的 因为毕竟在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嘛 还从来没有分开过 肯定多多少少还是有太多的舍不得 那么这王大妈呀更担心的就是 自己走了以后呢老伴儿吃不好 因为平时做家务洗衣服 也都是王大妈一个人做的 他的老伴儿呢也很少做饭 最主要的就是干农活 平时干农活的时候呢 他也会让王大妈多少干一点 他老伴儿呀也还算是挺有担当的 说他作为一个男人 这些事情呢就是干男人做 女人呢就管好孩子 照顾好家务就可以了 之后啊王大妈就去城里 照顾儿媳妇去了 那么这一照顾呢就是三年多了 现在的孙女啊都快两岁了 这三年期间呢也只有逢年过节的时候 才能回家看一下老伴 加起来的时间都不超过一个月 因为他的儿子儿媳妇要上班 平时工作呢也是比较忙碌的 所以啊平时基本上是没有时间回家的 回去了呢孙子啊也没有人看 所以那么这三年期间呢 王大妈想老伴儿了 就会跟老伴儿打一打视频电话聊聊天 也会经常关心老伴儿干活累不累 做的什么好吃的最近有没有瘦 有时候呢他的老伴儿啊也会说 一个人懒得做饭 有时候晚上就不吃饭的那种 洗洗啊就睡了 可是王大妈呀听到老伴儿说晚上不吃饭 那么这就十分担心他的身体了 也经常的劝老伴儿啊一定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 他的老伴儿呢也会经常的安身 唉声叹气 说自己一个人在家太无聊了 一个人呢活得也没有什么意义 有时候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除了吃饭干活就是睡觉 甚至啊偶尔的那个碗筷啊 堆了一大堆都懒得去洗 听到老伴儿这样说 王大妈心里啊 肯定多少是有一些不好受的嘛 他也挺心疼老伴儿的 毕竟啊这家里面还有那么多的农田要种 还要自己一个人洗衣做饭 确实挺辛苦的 王大妈呢也劝了他老伴儿 衣服啊就随便洗一洗就行了 老伴儿说他也很累 每天忙完回来就六七点了 还要做饭洗衣服 再洗漱一下都很晚了 这一天天的确实很累挺 每一次王大妈和老伴儿聊天啊 都能聊一个多小时 直到孙子哭闹了以后呢 才会自动挂掉 再后来打视频呢 王大妈的老伴儿就说啊 一个人在家喝喝酒 感觉也挺累 就想喝点酒了早点睡觉 那么酒喝多了以后呢 就会跟王大妈诉苦 说他自己一个人在家里 特别没有意义 都不想活了的那种 王大妈呢听到老伴儿 这样丧气的说啊 心里确实是很焦虑的 也很担心老伴儿的身体 怕老伴儿喝醉酒以后 万一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这身边啊连个照顾他的人都没有 之后呢 王大妈就跟老伴儿通视频 就越来越多了 每一次呢也都劝老伴儿 让他没事啊去隔壁邻居家 玩一玩转一转 这样呢既可以打发时间 也不觉得无聊 也跟老伴儿说啊 现在孙子都苦两岁多了 而媳妇儿说了 等孩子三周岁 能上幼儿园了呢 就让王大妈回去 也就说是 再坚持个半年 就可以回家 当时呢老伴儿这么一听啊 明显的这心情就会好很多 感觉自己多少有一些盼头了 然后最近那么一段时间啊 还是过得挺开心的 每次聊视频啊也都会嘘寒问暖 说是让王大妈啊把这个身体照顾好 可是呢在前不久 她的儿媳妇儿突然呕吐的很厉害 最后其余最后去医院检查呢 说是又怀孕了 这儿媳妇呢也正好是想要二胎 所以啊就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 然后到了第二天呢 这王大妈呀就把儿媳妇儿怀孕这个事情呢 跟老伴儿讲了 可是她的老伴儿当时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就是那种唉声叹气的 也不想多说什么 然后就说她累了 于是啊就顺手的把电话给挂掉了 当时王大妈也感觉到老伴儿挺失落的那种 又过了两天呢 王大妈又给她的老伴儿打电话 当时一听到她老伴儿的语气呢 就知道她是喝酒了 说了一嘴的酒话 当时就说 后来说了一嘴的酒话 就说啊这衣服也没有人洗 饭也没有人做 现在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当时王大妈听了老伴儿这样说 心里挺难过的 也很为难 这是事实 然后啊她就再一次的劝老伴儿啊 再咬牙坚持几年 不过呢不帮儿子带孩子 这也说不过去呀 但是不管王大妈怎么劝 这老伴儿的心情还是没有任何好转 在当天夜里呢 王大妈呀就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 总感觉这老伴儿好像是要出点什么事情 不然呢也不会说这么丧气的话 当天夜里呢 这无大 当天夜里呢 王大妈呀就有一种很不祥的预感 总感觉呢 这老伴儿好像要出什么事情 不然啊 她也不会说这么丧气的话 那么第二天一大早啊 这个王大妈呀 就给她的老伴儿打了几个电话 可是怎么打都没有人接 然后王大妈就着急了 赶紧给她家隔壁的邻居啊 打电话 说让邻居帮忙去看一下她家的老伴儿 说打电话怎么一直没有人接 这心里啊 有点着急 可是过了一会儿呢 她邻居把电话回过来了 她说她一进屋啊 就看着老伴儿躺在床上 用手一摸呢 已经没有了呼吸 床的旁边还放了一瓶农药 没想到啊 这老伴儿竟然喝农药 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王大妈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呢 当时就大哭了起来 明知道她的老伴儿 已经跟她说自己不想活了 但是王大妈呢 却大意了 压根就没有 太在意 以为老伴儿啊 也只是在耍耍脾气 让王大妈万万没想到的是呢 竟然为了带孙子 却永远失去了老伴儿 听完这个故事呢 我觉得很心痛 今天把王大妈的故事分享出来 真心的希望 屏幕前的年轻人们 如果说需要父母帮忙看孩子的话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是最好把两个老人啊 都接过去 这样呢 老人也不会觉得孤单 也希望啊 天下所有的父母 都能健健康康 平平安安的活着 好了 今天的故事呢 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看完视频以后啊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法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麻烦你帮忙点赞关注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